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今星期重点测试到 就是这部Sony A73 Colin你自己有部A7R3 一样的吗 一样的 有粒锁 是 所谓粒锁是有个锁 即是A7R3有个锁 在发布会时我都说过 我都喜欢A73这部帽子 因为方便 我直接看着单手指 一只手指 这样移动都可以 反而如果那个我需要特意拖起手 两只至三只手指去转 两只都有些难度 是真的要三只手指的 但当然 所谓高级机种 或者叫做专业用的机种 就多些锁是正常的 成本多些 很多专业用家说 设定好了 这部A7R3 就不想它有任何意外地 改了设定 所以那些锁 从领级机来说 是需要的 现在这部A7R3 原厂就说自己是一部 基本的机 基本上有很多东西 很齐 对 但我觉得它的定位挺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一万多元 这个价位 即是Full Frame机 以往就定位为入门机 它除了是一部Full Frame机之外 去到上一代 A72和AXR2 是完全 虽然外形一样 但性能完全是两部机 价钱也是差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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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钱也是差一倍 价钱是值得的 因为它的性能 对焦 反应 功能 各方面都比A7R2好多 但这次比较特别 就是它去年 先推出了A7R3 然后到今年 公布A7R3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 为什么除了解像度 低了之外 它连对焦也比A7R3 它没有兜空缸 为什么呢 大家的要求又不同了 所以它现在的定位 就是说这部是一个Full Frame的基本 是 令到大家就说 我有要求的人 要有Full Frame的人 我给你一个性能合理的机器 大家都开心了 其实大部分人用Full Frame机 都会有些要求 这部是绝对的 我觉得有多 说回一些规格 2400万像素 它的感觉不是A9那一架 但是另外 它的对焦 对焦点 它比A9最多 A7R3更多 A7R3更加多 因为它上位检测的对焦 就跟A9一样 但是它对比式的对焦区 比A9最多 看这个数字 就好像它更漂亮 另外 这些隐藏位 就是说 它的EVF和LCD 其实解像度低一点 我们自己用下 当然也不太觉得 不如我们 轻松看一看 这部机身 好了 大家看到这部A7R3 其实它大致 整个外形 和A7R3 差不多不一样 就像刚才所说 只是这里 没有了按针 但是 外形 原来 这里有一个 过来这边的端子位 因为它会少了一个声音 另外 大家都知道 其实它 现在在自动解决的时候 当你接近它 它会关掉屏幕 其实A7R3 已经是这样 就是说 当你将屏幕 拿出来一点 都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以往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这样 放在这里 打算低炒的时候 可能它都会关掉屏幕 但是现在就不会了 其实 因为早期NX7都用过 它的反应差一点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到后期 反应好了 就是这样 关掉屏幕 其实这个放在这里 是很方便 很有用的 另外 那个录影键 在手指工 在EVF旁边 我觉得现在很方便 我这么多年 经验操作来说 我一定会加回一个 C1C2C3 其中一个 加回一个录影键 因为 因为 还有这个 angle 按键的手感 如果你摆个角 在拍摄的时候 是会有可能 移动到这部机 如果拍片 你想投入多一点 其实转去C1C2 是会 输入你很多 讲回C1C2 其实这部机 大部分的按键 都可以给你 customize 功能 例如 例如Colin 他喜欢把这个 转做 露景键 但我自己 就喜欢把对焦相关的 放在这里 例如一个 人像对焦 一个 人面对焦 一个 对焦 对焦模式 我都喜欢这样放在这里 看回这边 卡槽在这里 现在也要打开 按键才能打开 然后卡槽两个 Slock 1 就是支援UHS 2 卡槽 Slock 2 支援UHS 1 所以高速卡槽 要插到Slock 1 我比较喜欢卡槽 是这样插进去 因为很多人都习惯过 卡面向自己 如果是卡面向自己插进去 我觉得整件事 另外 他也支援touch screen 但大家可以看到 他主要是focus 另外 当你接近去看EWF的时候 touch screen 也可以做touch panel 可以调整对焦点 好 回到这里看到我 刚才看到Brian和Colin 就讲过操控上的东西 到我当然讲一些 关于Image Quality 但我有点点前提 想大家的导入有点不同 意思是因为 大家之前一定看过 A7R3的效果 一定是 我们都做过 会不会说 跟第二代的Image Quality 会比较多 但是 当大家在用这部相机的时候 我反而不是说 太过斟酌 Image Quality 我是想看它 大ISO的表现 效果是这样的 当然了 其实我想看大版Range 但很可惜 今天 2018年4月1日 其实Capture One 是最新版本 都未支援它的 所以今天我们暂时 和大家看看JPEG的效果 稍后再補回 稍后再補回 大家看到画面上 其实是一个 我们特意做了一个 Studio Shot 我们有Studio借来用 都是好像其他 大的品牌 都放了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文理 还有我们又特意用了个单灯 我们会讲一讲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好了 那我们先看一张照片 那其实我们同一个设计 用了不同的ISO 由100 200 400 去到51200的ISO 那我们首先 就单单看一下 我们开个色版 开个Spider Checker 出来看看效果 看看颜色是怎样 好 那大家一起放大了 即使是一个JPEG 都好 其实我们明显看到 开始明显的Noise 其实都很厉害 真的去到25600 才是一个单纯的色调上面 出现Noise 那当然 51200 就比较明显 但这个已经是他提供给我们 一个很高的ISO 所以你问我大家 12800 ISO用 当然 如果你说真的 在文想的情况之下 那可能 你用R 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想想 可以低一级ISO才用 但是当像素降低了 每一粒Pixel 吸光的机会大了的时候 那其实ISO是可以再往上增长的 很夸张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 極限 25600 我会用的 51200 就是说有时候 那些东西都想看到 整体的质感的话 那这个我就会考虑用不用 那这个就是单纯色块的 顏色的ISO 是有些積纹的 在蓝色白色中间 是有些穿插的不同纹理 那其实看到 真的去到25600 都是仅仅见不到 蓝白穿插的纹理 去到51200 就看到好像 一个 漸变的浅色 那所以 其实刚才所说 就是为什么ISO 其实是最大的一级不用 是很夸张的一件事 很夸张 25600 大家听我其他品牌的时候 那些ISO是不过万的 这个是说25600 的ISO 我还叫它用 刚才那块布上面 有一个招牌上面的文字 是 神经病的 你每一只字 都清晰了 我拍到其他位置 就是有一个 一个钢砂群的纹理 看看它会不会撞网 由于它本身 它的液体做得很好 整体看到它的纹理 现在的立体感 都很丰富 那你会看到 真的去到12800 开始看到好像钢砂 就平平的 差了一点 就少了立体感 但是纹理 仍然存在 但是去到25600 和512000 就真的看到钢砂群 它是否一条钢砂群 都已经看到了 我想大家知道 就是要斟着非常重要的纹理 去到顶点 12800 其实我就开始停手 但是都过万 所以这件事是很夸张的 6400是轻松用的 6400是完全不用想 一定可以用的 在大ISO的效果里面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当然 这个是JPG 我说不到多少有关宽容度的东西 例如强反差的效果 我拍摄这条 我们特意想这支腳踏入镜 左边是一边受光 一边没有受光 一个很强的反差 中间的前变过度 其实就算是大ISO也好 它的表现也挺好 而且它本身 因为现在的视频是 Bronin's G Master 虽然是Zoom镜 但其实你看到 Sharp的程度 镜很好 而CMOS 亦都表现出来的效果 是非常之厉害 所以如果以大家 不是非常闻想 又想知道 那个宽容度 是否可以保留到 那么阔那么阔的话 A73 我觉得暂时来说 真的相片质素 是同一个价位 是几乎赢了 其实我认为 如果你说文想 文想也有不同层次 对 2400万像素 够你文想的朋友 因为你不用每次开到 这么夸张地大的 但可能感觉 比高解像度更好 当然有很多 用Sony 很多人 是用Medicata玩旧镜的人 本身已经不会选择一部R 那你大ISO和宽容度 是它首要的 玩旧镜 都是要它的宽容度 以及ISO 成什么样的 这部机真的 比较大ISO 无论你拍照或拍片好 暂时一定是够了 所以这个位置 我想大家想知道的东西 都去到这里 当然我想補一点点 就是说 今次我们始终是JPEG 因为JPEG 有个问题 不不叫问题 有个原由 就是说 它是用机身里面 除Royce 要考虑 有机会是机身里面 那个软件除Royce 很厉害 都不厉害 但这一刻 我们未试到 我觉得它的引擎很聪明 因为我玩了一条钢沙裙 我都是想试去JPEG 就是问你重现的效果是怎样 但是我看到 那些撞望的那些 你应用钢沙裙 近远远 我刚才也试过 都不出 那当然你可以说 它像素未够高 所以出不了撞望 但是 有时候 你的运算情况做得不好 撞望是很轻易出现 但是这一刻 我不知道我们是幸运 还是怎样 都找不到撞望的情况 所以 很厉害 真的是很厉害 那就是Image Quality 我们先到这里 刚才我们开了Capture One 就看了JPEG 很瘋 很瘋 但是我也想说 有些更瘋的事情 因为我要讲一个前提 就是说 这部机 它拍4K 也好 1080也好 其实它本身是用6K 的scale 就压缩成为4K 或者1080 来出现Video format 其实这件事 我会期待 一来就令它 又不用crop 是真的full frame 二来就是说 其实在它自己中间 Pixel和Pixel之间 interpolate 其实可以做到很多除 noise 的功能 所以又可以保留一个很大的code 接着出来的纹理又非常之高 我自己都首行做了 不同ISO的拍片程度的分别 但是我由100开数 200、400 这样做上去 其实我做到都是隐瞒 因为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二串律律距那么 like 好像照片 看 看住的都有 我的感觉上这部 都差不多近乎是7s的阶段 質感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开到我们的最大的ISO那条视频 其实我觉得 是真的吗? 对 就是是最大的ISO 这么糟糕 don't keen 正常? psychає 我拍了一个淨密拍照 我像是用系统打 因为我想看看 是会不会比特别弄 但是你现在见到 我们灰色背景纸的 那個是有没有动 但不會像以前那樣,明顯看到一點點拍照 你不說真的以為在看照片 現在說的是25,600,下一條是51,200的影片 說的是51,200才看到一個明顯的噪音在錄影室動的分別 你看到是很grain,但是在影片裡面來說,那些人都不會太介意 我想這裏補充多一點,我們經常都說的,首先我們Iso一次 因為我們要組成影片,再放上youtube的時候,有機會你們看到和我們看到是有分別的 即是說可能你們看到很壞,我們看到有噪音,或者調轉也不奇怪 因為我們這次沒有刻意跟前一代的比較 但口頭上我可以明顯說,它的高ISO影片的質素真的無敵得很重要 當然,剛才說的6K轉4K的壓縮方法,同一時間我也有一個質疑 因為我用A7R2的年代,我有很多情況,尤其知道自己會用大ISO的話 我會用APXC的Quad Mode來拍攝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因為那個意思就是說,我想將它的image quality往上提升一級ISO 那時用Quad Mode的話,其實是等於做了一個,Gmos之間會用中間的部分 它的散熱和Codec的效果都會變好 所以以前我為了上大一級ISO,我有時會用APXC的Quad Mode來拍攝 但是剛才說過6K轉4K這個interpolation的方式來拍攝全片的情況之下 我剛才刻意想試一次,用APXC的Quad Mode來拍攝同一段影片出來的效果 我想會不會好一點呢 發覺現在已經是,起碼我肉眼上,我看不到有幾大分別了 以前是說大家同一個ISO,用不使用APXC Mode的話,其實差不多是高一至兩級ISO那麼厲害的 但是今次它用了這個6K轉4K的壓縮方式之後 其實已經不再需要為了上大級ISO而做一個Quad Mode 所以我現在都很質疑,其實它這部機,還會不會出A73的S版本呢 這個我不敢說了,因為如果它真的出現的話,會不會比這部2、3級更厲害呢 那就真的可以把自己的視頻都打死了 當然啦,在影片中大家要留意一件事,就是它的價錢是多少錢 而它這些高ISO,無論片和相片都好,效果是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已經找不到有什麼可以跟它比拼得到 嘩,這樣 嘩,好逼啊 好逼啊 這部是很大的 這部是很厲害的,大家都有玩過,我們也是保持Sony的用家 雖然大家都知道我有用其他品牌,但我同時也有用Sony 我也有用其他品牌 你還要更新的,你用Pensure,你用Sony,你跟足了 對 所以這一部是很重要的,我們三個在一起 很大件事 雖然畫面很壞 這件事很大件事 我想逐個講一下感受吧 那不如我吧,如果反正這部機在我的手上 我覺得這部機的定價定位,真心覺得是神經的 非常進取 當然,很多朋友都會質疑,為什麼香港的定價比起美金定價貴 但這件事不是新鮮事 其他牌子都是這樣 不是,在Sony上面特別 但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每次都會解釋一次 可能有一些新朋友看我們 我也會解釋一次 反競爭跳例 實施了之後 有些產品,尤其是相機 可以第一天出街就下價 所以呢 現在 你會見到很多 其實不只是Sony 有很多品牌 都會說 定價定高一點點 讓街價有多一點空間 讓他們下 變成那些品牌到貨就慢 明知你一開播皮革 我慢慢教過給你 類似是這樣 但是 這個就是大家知道 因為今天的主角始終都是他 但是現在這刻我覺得 在市面上 慢中多一點點 總之二萬以下的價位 其實 我覺得他真的有點無敵 說影響質素 唯一就是說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他的制 是真的 因為他真的 遇到大家 customize 制 給我自己 但是他的功能 例如新一代 第三代 R3 或者這部也好 真的太多 再多了很多 再多了很多 變成我的制 我可能 我用R2 或者用A72 我升上來 我真的要重新適應 過關鍵 又要重新設定 過關鍵 有沒有新功能設定 真是很嚴重的 剛才敏同說出那個是我的 是啊 但是 但是 認真說 認真說 如果 純粹想要 image quality 是 真的 買 full frame 為了image quality 但是 又不想 買些 二手幾千元 那些 始終都是上一代的產品 那他這部 真的被捉你的 是啊 你說多了 你是 A7R3 用家 你的操控作隔 那些 但我就是 A7R2 用家 試完之後 本上的 用家 其實 我在這部機裏 令到我想 買多一個 Body 動機很大 因為 一來 A7R2 而大家 我的 瓶頸位 就是 它對焦反應 是比較慢 以當年來說 是最快 但是 跟現在的新一代 都是穿 現在的新一代 真的 這部是類A9 的對焦系統 另外一件事 就是觸控界面 譬如說 Double Tap Dust Screen 放大 那個位置 快很多 以前經常說 要按鍵放大 然後再扭manual focus 因為我們拍片 經常都是manual focus 現在我們用了Tust Screen之後 其實方便了很多 但是 就是它的Menu 還未可以給我們Tust Screen 這是我覺得美中不足的 到剛才試完 Image Quality 就是說 我在這個像素之下 沒得投訴 其實很恐怖 很恐怖 大家的數是瘋了 另外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多買這個Body 動機是什麼 在我的角度來說 HR2 我會保持CMOS 所以為了Image Quality 但是尤其是 現在我們每個都開始拍片 我現在是有一部 等於在玩一部 很便宜的A7S版本 給了我用 那 只是單純說 拍片這個原因 我只是買個Body 因為我已經齊鏡了 我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要多入這個Body 只是為了拍片這個原因 我已經會買了 因為我強調 剛才6K轉4K 那個Converter 來壓縮 令到保留更多 都會非常好 它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很明顯 拍片這個位置 已經令到我足夠買了 好 到Colin了 沒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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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笑話是不開心的 不開心 你好像有點算 為何買R3之後會出這個 其實是買一部 沒有分別就買一部 最好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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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經常拍片 你要A B Cam 兩部Cam要一樣的界面操作 界面完全可以設置一部一樣 配件鏡頭完全完全 我發現一部一樣 其實我買R的最大目的是 用APS鏡 又細支 又很方便 但拍影片 以前A7II 用APS拍影片 是有明顯分別的 是一、兩級 沒有分別的 因為本身全鏡拍大ISO 都已經很漂亮 所以你的彈性又大很多 以及整部機 現在讓你選擇 因為你買了AXL3 現在讓你選擇 你買AXL3 還是買這部 現在再選擇 買這部 買兩部 因為我不是 最主要 假證度高 不是很常用 因為 如果要照片 其實以前幾百萬像 或一千多萬像 都在用來放大照 其實二千萬像 是夠用很多 所以買兩部便宜適合 因為拍影片兩部很重要 兩部Cam 是一模一樣的 格式 顏色 完全一樣的 那兩部這些都已經解決了 不要緊 好像我和Joey 喜歡上的 可能到最後 都是解回那部 或者可能那部有少少 Failback更新 會再提升 一些Quality 但這部就真是 底度爆炸 只可以說 容許我倒閉少少 剛才你的口水尾 當它的功能越來越多 而Menu 都是流於同一個設計的話 其實我是懶惰的 不要緊 留於同一個設計 繼續去適應 即是它不必 不要變得這麼快 有少少難適應 但它已經變得慢 比你上一代的話 我會特別提起 就是說 如果你 假設你剛才說的 有ABCCam 如果大家 同一時間 又有二代 又有三代 在同一場合 發生的話 你是會瘋的 因為你按下二的Menu 又按下三的Menu 然後那些位置 又擺到不太順手的時候 因為機身又像 你是會混亂的 A7R2 我正在用 我買到A7R3的話 其實兩邊轉Menu 我已經想到 我是會 這樣 要麼便宜買一輩 要麼就全部轉光 對 轉光同一代 即是A7R3和A7R3都買光 對 因為我們始終有那麼多 上下鏡在手 就是這樣了 我們 買的動機真的很大 因為價錢真的很誇張 再加上剛剛發部會 給他那個分道 加上售客服務的Discount 真的很厲害 所以大家把機會 這些不關大家的事 不夠錢 不夠錢 好 那就這麼多 拜拜 好 好 請 卡